2022清靜火把节系列活动 日前在不忘新春举办长届宴活动 清静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克之表示 长届宴的举办除了是宣告火把节系列活动即将展开 也是希望借用长届宴活动 让民众了解到云南美食 并且邀请大家在10月28日一起来参加火把节 有时告知我们在台湾的居民 还有游客 告诉我们清静火把节将在10月28日来办理云南之夜 10月29日办理原乡之夜 我们清静办长届宴是说 能够把我们家乡云南的美食能够推广出来 然后长城下去 请各位台湾的居民一起来参与这次的活动 先员林芳宇表示 清静火把节系列活动 最早的目的也是希望将在台湾的云南摆遗嘱文化得到传承 而在办理的14年当中结合地方观光产业来推广 也是一年比一年吸引了更多人来参与 因此希望工部门可以来多福到 让火把节的活动除了文化传承 也能够带动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在地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传承之外的一个例行性的一个大型活动 相信在这个时候每一年这个时候都有大批的游客涌入 也可以带动我们在地的这些观光业者 希望说这些活动在我们工部门也能够全力的来辅导 让他们成为地方的一个特色跟亮点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清静社区发展协会办理火把节系列活动 传承文化及带动地方观光产业推展的用心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给予支持与辅导 让火把节系列活动可以与地方的观光产业更紧密的来结合 进而能够帮助地方观光产业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阮南湘采访报道